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棉 又回来比赛了 确实去年独冠之后 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也不太大 这一年我就是偶尔有活就接接活 然后绝大部分时间主要还是躺在家 看一看李月琴的综艺 还有杨丽的热搜 当然还是有些节目找我 然后能看出来我就在上面 就是非常努力地展示着自己的平平无息 所以想还是回比赛吧 正着开始比赛 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我就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有一个共通病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痛苦的情绪 都是来源于别人 这首歌送给大家 你不要打到我节奏 刚进入情绪 再来一遍 我这个点搞音乐的 我这个滑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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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滑倒开 你看是不是 你看 是不是 诸个摄像 诸个节奏 诸个幽默 我还起来了 我还起来了 我先过去了 你俩要拍的话 赶紧先拍完好不好 你得让我们找这个点 我们不懂跟不上 知道吗 早知道我当初就该拉住你 告诉你不要为了工作 如此拼命 早知道就劝你多休息 多注意身体 现在就不会隔着玻璃 看着你 怎么你就突然 变成了我的总经理 我们一起进的公司 你还是小老弟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你好大的差距 我却只有为你 卖命的好身体 人总是产生很多情绪 因为你忍不住 会和别人做对比 早知道 我就不该天天待在家里 为了陪孩子 放弃事业上生气 还每天 对着孩子 教他说英语 呆地 呆地 换尿布了 呆地 果然孩子开口第一句 叫的还是他骂你 我天天叫你呆地 可不是尊重你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他明显更爱你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 无论生活中什么事情 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 去和别人比 终于今天你放过了自己 因为你和他一样 也当上了经理 我不用再去对比 因为我和他是平级 我当上了经理 在我最好的年纪 纪念我三十八 但他好像二十七 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 有出息 因为他没有错过 他的上升期 人总是不停为难自己 陷入反复和别人去比较的情绪 甚至还不止去和别人比 还和过去的自己比 比 明明这个高音 我去年能唱上去 我怎么比不过去年 那个优秀的自己 我今年还来参赛 到底是缺那根筋 肯定比不过去年的自己 我发现我们真的 好像什么都要与其他人进行对比 成绩体重升高 工作房子大小 什么都要比较 就算你得了病 还要让观众投票 这个更好笑 真的没必要 与他人做比较 只会没完没了 徒早自己的烦恼 我现在就要 放弃和别人做比较 留下你们为了比较而烦恼 这样我的心态就比你们好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小诀窍 如果你逼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说你本来也不想要 好 谢谢 刚才颜颜月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 是吧 巧了 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膝盖的歌 很慌 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膝盖绑架着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我五岁生儿那一天 我爸就指着我 王勉 你是个男人吗 男人 从来不过生日 所以我们男生啊 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 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 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 我男人的歌曲 No bursting 你给我放下 女人 放下你的二维码 不要跟我说什么AA 这顿饭我全款拿下 你给我放下 怕你 你给我说明书干嘛 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 你说的没错 我太会装了 I'm a man 你给我放下 妹妹 我用不着凭起子 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 长了两排牙 再来一答 你给我放下 你的电话 根本用不着上网查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癌症 我还不会治吗 I'm a man I'm a man 你给我放下 我说了半天了 你听不懂吗 你听不懂吗 你把我放下 我说够不着了吗 不用你帮忙 我本来也没想拿它 就算我真的想拿 自己也有办法 瑶瑶也掉下来了 规则是荒啊 I'm a man 你给我放下 这都过了多少年了 放下你的前任吧 王棉 你给我放下他 第一声 You are a ma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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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man 真的男人 让女生面对危险 不像话 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 你给我放下 我抓 真的男人 翘起兰花纸 不像话 就算你是张学游 你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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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需要抱抱 我也不表达 所有脆弱全都自己一个人想花 什么时候才能把男子乞丐 你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一个三胞胎 三个人表演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少说一点 词儿 三胞胎 三胞胎 我天哪 为了跟王敏合作 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 没学会唱歌 但学会了如何表演音乐 其实我们想和王敏合作呀 是因为我们觉得女生在生活中有很多话 不好直说 有很多想法 不方便说 所以我们就打算让王敏把这些话说出来 就比如说呀 我特别讨厌在夏天穿短裙 因为穿短裙太热 但有男生会说 你们穿短裙还说热真矫情 我们还要穿裤子呢 其实我穿短裙比你穿裤子热多了 但我没法跟你解释 我没法跟你开口 我真想对你说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打击裤 打击裤 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 里面还有套短裤 里面还有套短裤 你穿了为了凉快 不穿打击裤 不穿打击裤 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像 巴黎联盟 我走的路 手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 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 那就是饭局 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 因为那些男性啊 都太会表达了 而我们只有在表达以下观点的时候 才会受他们欢迎 嗯 是对 哇哦 嗯 是对 真的吗 是啊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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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好有道理啊 哇哦 我真想为你鼓掌啊 你到格局最大 地球融丽不下 跟你比我们就是翻过家奖 还有些时候啊 是的 我해도你了吗 比如当我们精心打扮了去上班 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 你上班还打扮得这么好看 是为了给我看吗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那你穿得这么长 是为了恶心我吗 但如果我们不打扮去上班 老板又会说我们 你上班怎么不打扮呢 这样会让我觉得呀 在你心里 你并不尊敬我这个老板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他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最后这种情况啊 跟前面这种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也经历过 就绝对不可能忘掉 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一天我快要走到寝室楼下 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生 蒙住我的眼睛 把我拉到暗处 当我在此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横幅 那个男生抱着吉他 单膝跪地 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路上的人 宿舍楼上的人 都开始喊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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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完全说不出话 但是我的心 救命啊 好尴尬 越海风高 冒着我绑架 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 快闭上你的嘴巴 不要再唱歌了 你为男生会谈起他 特别的帅吗 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想呈现这段表演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只是女生 很多人包括我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 你不敢表达 因为好像比起自己 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受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乎别人有没有给我们投票 但我们今天就不怕了 因为我们想被投票 也没有资格了 谢谢大家 舒缓一下 还是要预测一下这三位 最终的排名 我们让大老师来吧 他说话是最有准的 好吧来大老师 又让我舒缓军对不对 舒缓军 我觉得 哎 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嘞 哎会是谁 那变弹方面你觉得累 哎觉得累 我在这里做了饭 天确实有点觉得累 lost 当我们就来 拖拖 Somewhere 早礼 哎呀 冠军都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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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非常的棒 都很棒 除了房间过 那么大家好啊 我们又来不讲脱口秀了 因为讲脱口秀真的太难了 我发现大家现在都在讨论 说讲脱口秀需要讽刺 需要删客 需要共鸣 你说贪文那么多事 让我们怎么讲 对啊 让我们怎么讲 让我们当起床 所以呢 我们的口号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五分钟 不讲脱口秀 计时现在开始 你说这忽兰是不是 要是不讲脱口秀 他是个DJ啊 呼吃带喘的 那得多带劲呢 那肯定精彩度 我哼哼哼哼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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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起你的小放手 跟我一起喘 让我今天你来喘 这一张图串掉 灯头登上你一颗 喘 喘 大老师怎么还喘咳嗽了 没有 刚才我Q给我加个好友 真的吗 我 我真听不上 这种乱哄 您那么高级 那您听什么呀 那我得听天花般的 我听什么 我得listen to 拜拜 拜拜 一起喊喊好不好 拜拜 见牙倒霉孩子 你们可三分钟 没讲脱口秀了 但是我们要做到五分钟 对的 那么呢 咱们来说说杨丽 因为我在那边当领导员的时候 每次看见他上台 讲的不是脱口秀 人玩的就是气场 一出来就带着BGM 你怎么说话呢 你是谁呀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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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姐 你一眼就能看出 这些男人的好坏 对不对 杨蒙恩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男演员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好演员 是我王天波 还有一对兄弟 他们也不讲脱口笑 在这个时代 有很多男生选择 选择做带货的主播 而我却选择做了带刺的玫瑰 这个世界上 还会有跟我一样气质独特的人吗 你说的不会是我吧 小眼睛长笔脚 是我最美的脚 我每天睡不着 想念你的冰脚 终于找到心有联系的外貌 看一眼就忘不了 让大家充满威嚎 恭喜你们已经五分钟不讲脱口秀了 不止我们可以 对 其实不止我们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不讲脱口秀 让他们嗨起来 坐起来 大家知道我们到天了吗 知道我们到天了吗 大家 不止上口 一二三 准备 等会儿啦 哇塞 简直太糟了 而且我们还有更糟的 还有我们跳C舞的 就是廖博的C舞 有请廖博 廖博 now for everybody 你们要见识吗 开始吧 one two three go 行了 娘娘 我们来一个真正糟的音乐 来吧 one two three go 好大 讲多好笑快 讲多好笑快 唱多了 收了 收了 讲多了 收了 收了 吃得太糟了 其实我们演半天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 新联新 手牵手 一起不讲脱口秀 新联新 手牵手 我们不讲脱口秀 谢谢 没必要 再摆头 摆来摆去摆哭了头 哈哈哈哈 新联新 手牵手 我们不讲脱口秀 脱声破口 秀什么秀 开心五分钟 就足够 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 曾经一直提到那句话 我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无益 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 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 你自己打开苹果 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 通过专利 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 WiFi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 发送到由蒂摩西 约翰蒂姆 伯纳李教授 开发的互联网上 会想 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 会不会命运 他帮我 他一直没有渠道 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我命运都很着急 说你倒是进呐 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 那咱得走个形势啊 当英雄 我看三国 我觉得长大以后 就能成为刘备一样的人物 后人会拿那个识分 就是把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襄阳 我爷爷刘备大英雄 长大以后发现 我就是鱼云重重 一个无名之辈 后人只会拿那个识分说 快看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襄阳 人家说你爷爷是刘备吗 说不是 说那二十余万里面 有你爷爷吗 说也没有 别着急往下看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襄阳 十万百姓流利失色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 电车难题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 所有演员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 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 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 进小卖铺 问宝贝 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 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 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 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 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 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再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他们一家人 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 说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 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 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 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 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 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 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 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 都会既带着U型枕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 会想不行 凭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 会想不行 凭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 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对对对 我说这个世界上 谁没有错啊 但也正是这句话 书香第一次 跟我有个心有灵犀的感觉 他很惊讶 他说怎么 你也读黑格啊 因为你只看机器猫呢 我最后一次转学 是在三年级的时候 那一年 我爸我妈 突然就克服了 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有可能人就是这样 就你对谁 只要足够的绝望啊 你对他 就做到了真正的包容 那个夏天的夜晚 我爸把眼一掐 说出话 我至今记忆有些 我爸说 不如就给默南一个 快乐的童年吧 我妈也接察说 是就默南这个智力水平 还有学习状态 现在不快乐 以后怕是也很难 再快乐起来了 我们再转学 我们心态就发生了一个 180度的转变 我们一心只想找到 最快乐的小学 神奇的是 我们真的找到了 那是一次阴差阳错的 仿校经历 那个校长拍着胸膊 跟我爸妈保证 说我们学校 就是最严的小学 每天有督导老师 看着孩子写作业 不写完 不会放回到家去 听到我们是眉头紧锁 心情沉重 想着又是白跑一趟 谁这么想 正是这种反应 被那个校长理解成了一种质疑 校长提了 说怎么 不信 我们可不像旁边 那个北下关小学 但凡不是对自己的孩子绝望吗 谁能送到那儿去啊 说来也巧 找上了 我爸我妈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了 我妈握着校长的手 说这句话 我觉得那个校长 他从入职以来 第一次听到 我妈说 感谢您的推荐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们打车就去 就等不到第二天了 我们就想看看 他们到底是怎么上课的 到那儿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已经放学了 哪儿还有人啊 门口开门的大爷都说 咱们又把书包往哪儿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站在空荡荡的校园 我说妈妈 就是这里 到家了 我一生的挚友啊 我的soulmate 我的灵魂伴侣 全是在被结实的 就是那种 突然有人懂你的感觉 就能知己 然后我上次不是走神吗 我问我同桌 我说今天早上有一道应用题 我没有听清 你能不能给我再讲一次 我同桌大惊失色 说啊 咱们今天有输学课吗 就孩子动手能力 那叫一个强 搬离着电视机 拆完了拼 拼完了拆 每次还有好多灵魂件 落在外面 但是电视机 照样正常运行 我那个同桌 修车厂家的孩子 我印象很深刻 六年级的时候 我们那个体育老师 车换了 是他给换的备胎 六年级 说换就给换了 我们那体育老师 也看傻了 眼神都变得敬畏了 连称呼都改了 我说师父 您看我这机油 是不是也该换了 我也是怀着感激之情 写了这么一段内容 其实最开始节目组 还是有点忐忑的 说你这样 指名道姓 会不会有点不太好 你知道 他们不知道的是 现在 已经没有 北下馆小学了 我们全校没了 还是我爸六包的时候 发现的 给我打一电话 木南 你没根了 但我们学校也 不是真的没了 我们学校是被所 市中间小学也合并了 其实有时候 我真的是挺感慨的 我经常觉得 我们学校 就是没有赶上好时候 我们学校就是 但凡扛到今天 在这么一个 快乐教育的背景下 指不定谁合并谁啊 你别说重点小学了 心情不好 我们连重点大学 都给合并了 怎么着 北下关大学 然后放今天 全国就三所最著名的学校 清华 北大 北下关 我爸说 那你学考呀 考公务员还稳定 我说考公务员是为了稳定吗 考公务员不是为了 为人民服务吗 我爸说对 到了面试的时候你就这么说 我说我真没法考 我得多挣钱 我要是当了公务员 还多挣钱 你害怕不 确实得多挣钱 我们公司附近的幼儿园 一年20万 但是还是觉得孩子在公司附近上学方便嘛 于是就换了一个思路 现在天天劝公司搬到一个偏僻点的地方 考虑一下郊区周围 公司好像没听清 搬到了郊州 其实上私立小学摇摇牙也行 主要是怕孩子在上海念完高中 回山东高考 别人在山东小孩高考的时候 都想方式法往外走 只有我闺女一个人默默地逆行 她拿着我买给她的回起南的高铁票 说爸爸 这难道就是相仇吧 我只能爱慰她 这就是考验你是不是有真本事了 闺女说 爸爸 我有没有真本事不知道 但是你是真没本事啊 我说那还不怪你爷爷没考上岩 加油 我只想说呀 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 就像刚才淡总说的 我们不是对手 我们是竭尽全力 相互扶持 做了一场喜剧秀给大家看 我们这些人永远是一起的 我们跟你们也永远是一起的 是喜剧让我们相聚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 李旦 Rock和杨萌恩 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这个太独特了 感觉都没有情绪 然后像一个推锐一样 我这个性格 没有办法演奏 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 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 就让你觉得那些马 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 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 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您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牌灯吗 我的天哪 穿着一个威胁的感觉 可能会被这种怪物打走 在冬天所秀 学习 学习 学习一下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童剧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它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但是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的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虎儿哥有点危险 虎儿哥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 对吧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真棒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寄近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他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质温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他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 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 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 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他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和男生 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离婚后 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 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 妈宝男吧 都还挺啊 这么好 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天天对她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她妈宝男 不叫她爸肺男 如果爸爸特别肺 还可以叫她爸肺特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 你这就有点乌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谢谢 两秒 三 二 一 请 左票 播出之后 还是很多人喜欢你的 是 给射恐的你带来了很大压力吧 就是有很多粉丝给我私信说 他也很内向 然后得到了共鸣 那你们交流了吗 我都会回谢谢 我刚才听到过程中没拍 是因为今天好像没有 之前能表现的那股 那股狠劲没有 对 可能我现在没有那么愤怒了 就很开心 每天 对 尿尿就乐了 之前都没怎么笑过 他以前讲这段的时候 就很凶狠 对 因为他特别毒嘛 脱口秀特别毒 一直毒秀 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这样挺好的 干嘛跟自己较劲呢 日子过好了 干嘛还要愤怒呢 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我喜欢这种温暖 我觉得那个刚进来的时候 都特萌 比上次那个萌 我特喜欢 谢谢 因为我算鸟 鸟鸟的粉丝了我已经 我真的好 我觉得他特别酷 谢谢 但是我是在他今天最弱的一个 巴菲特 巴菲特那拍的 什么玩意儿 我鼓励我偶像还不行了 对不对 我鼓励一下 对对对 而且今天又聊的是 妈宝男对不对 郭老师 您对妈宝男 应该很熟悉 对不对 扮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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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真的不是啊 本身不是 我绝对跟苏鸣城画 他必须得画成界限 对 我也是这种 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过来一摸我 我说别要蹭我热度 我这个人就什么了 笑我响了 谢谢各位 哎呀终于过去了 你给我出去 你有病吧 没没没 没事 那个郭老师 您以前这个 这个妈宝男 您觉得他吐槽这些点 有 您演的时候会有这种 就是这种感觉 有共鸣的吗 对 我还是觉得 这个不能光是 那个妈宝男 以一方的责任吧 那还有父母的关系吧 对吧 那还是把孩子 给灌成这样了 对 就本身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这个我觉得 就是 就是 就是我觉得父母 我还是有很大的责任的 没有把他培养好 你是不是之前讲的时候 是还跟 妈宝男在一起 现在分手的 就 哦 是交过这样的男朋友 就没有这个劲了 是不是 缺点很劲 但是 整体还是很好的 也得到了20票 那么我们请 窗 回到舞台中央 我们来采访一下 徐志胜 哎呦 你觉得这场 谁胜率更大呢 我感觉 鸟鸟吧 他讲的东西 可能在座的观众 更有切伏之痛 不折磨你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 孟川对鸟鸟 最终的得票结果 我今天给自己的表现 打了100分 因为我很少撒开了眼 今天算是我的一个 小的突破 孟川已经超出了我预期 在现有的那么好的文本上 又有很多情绪 就是有点如古天忆的那种 我对我今天的表现 其实是比较满意的 基本上把我想表达的观点 表达清楚了 我有点难以判乱他俩 还是春哥吧 但是 但是没有四个 还有权力 谢谢大家 我今天要再来 我今天要认识 我今天要认识 好 我今天要认识 因为我 你 我们 你 要认识